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教透鏡的成像 那光線經過折射之後會成像 那我們考試要問你它的成像性質正面還是導力 放大還是縮小 實相還是虛相 那我們有很多種解決方法 有一種就是畫圖法 我現在已經在上課的時候不教畫圖法了 我小時候自己讀書的時候 我是用畫圖法解決的 每次好就重新畫一張圖 但是我現在已經不這樣教 但是我們只有在我們的講義的後面 跟各位寫了一下畫圖法是怎麼做的 在那個第72頁的地方 有沒有人講畫圖法 然後現在讓各位看一個動畫 告訴你畫圖法怎麼做 然後你能夠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然後此後我們就不再利用畫圖法來解題了 好我們有一個凸透鏡 中廣身材 中間比較厚 中廣身材的一個凸透鏡 然後呢來 有名詞 靜心啊 焦點啊 焦距啊 主軸啊 剛剛講過了嘛對不對 然後這裡放個蠟燭 它會發出無限多條光 那有照到透鏡的就會產生折射 然後呢就會有匯聚 然後就會成像 那我們沒有折射我們就不理它 我們就只看有折射的 好這一光是有折射 然後呢有成像 然後呢 每一個其實都有發出來光或反射光 所以下面這個也會 這裡會扯到一個當會提到的 呈像的東西 呈像的位置 底部是反射光線 那也一樣會呈像 然後他們折射之後都會匯聚 然後匯聚到一個點上 然後呢 這些點 不管從哪個地方的發出來光 都會匯聚到一個點上 這個點都會在同一個平面 在高中會說是要焦平面 不過國中沒有這樣焦 那他們不會這樣焦 就提一下 OK 然後這裡 就是我們的焦平面 都會在這個平面上匯聚 如果這裡有個螢幕 就是這裡會有個影像 叫成像 那這個是光線 實際匯聚所成的 這樣叫做什麼像 實像 都叫實像 OK 實像 那麼這個就是剛剛好 最好的時候 如果你的螢幕在前面一點 後面一點 它就會怎麼樣 模糊 所以我們到時候上課 做實驗的時候 就是要你要找一個最清楚的地方 就是它的成像位置 最清楚它的成像位置 OK 好 然後我們從側面看 就像這樣 這裡有一個蠟燭 第二條 第二條 剛剛跟你講要記住的事情叫做 通過靜心 不升偏則 這樣子你就畫出成像 反過來走 平行主軸 通過膠點 通過靜心 不升偏則 反過來走 通過靜心 不升偏則 反過來走 通過膠點的平行主軸 平行主軸 第三條線 找成像 只要畫兩條就夠了 只要畫兩條就可以找到成像 不用畫三條 那就知道 這就是我的成像 OK 然後你就知道它的正力還是倒立 放大還是縮小 實像還是虛像 所以就看到一個倒立的實像 反而放到膠點內 一樣 發出無限多條光 有的光會折射 可以發現 右邊的光是散掉的 表示它有沒有匯聚呢 沒有 沒有匯聚 它就不會成實像 好 所以呢 螢幕上就只有一個亮亮的 搞不到東西 但是呢 眼睛是光進來 眼睛會判斷那裡有玩意兒 所以眼睛可以看來到虛像 用紙遮不到虛像 但是眼睛可以看來到虛像 我就會 進到眼睛 認為光走直線 就會覺得這裡有東西 喔 看到一個 正力還倒立 正力 放大還是縮小 放大 實像還是虛像 虛像 虛像 OK 好 這是虛像 光不是光線 實際 匯聚 所成的像 叫做虛像 好 側面看 就是這個樣子 一樣你可以畫平行主軸 通過焦點 通過近心 不升偏折 然後不 匯聚 延長 就畫到了 你就找到你的成像位置 這就是所謂的畫圖法 來幫我們看 找到我們的成像位置 讓我們了解成像 性質 放大還縮小 正力還倒立 實像還是虛像 這是所謂的畫圖法 這是凹透金的畫圖法 一樣 第一條平行主軸 它是發散的 所以上面條 延長線通過焦點 第二條一樣 通過近心不升偏折 兩個交會就是我的成像位置 整理還倒立 整理 放大還縮小 縮小 實像還虛像 延長線 所以是虛像 那底下這條線是什麼東西啊 底下這條線不是我會畫的線 可是我還是知道它在哪邊 因為呢 所有從頭部發的光 折射都會經過頭部的向 所有從尾部發的光 折射都會經過尾部 如果是凸透鏡是匯聚就實際上經過 如果是凹透鏡發的就是延長線經過 所以底下的這條線 所以底下這條線 它的 這條線我不會畫 當然 大家來 延長線要通過尾部 所以我就知道折射線是這一條 我就知道折射線是這一條 我就會畫出來了 OK 所以 凸透鏡也是一樣 這個是我會畫的線 平行主軸通過膠點 通過尾部身邊 然後設成像位置 這條我不會畫 怎麼辦 沒關係 頭會到頭 尾會到尾 所以 頭部畫的光 延長線要經過頭部 所以我的折射線是這一條 就是有的時候考卷上有的題目 它的折射 它發的光不是我們會畫的三條線 那我怎麼知道它的折射光從哪裡 就這樣知道了 頭要到頭 尾要到尾 這就是我們講 有關於光的折射 讓你了解一下 如何用畫圖法 來解決我們成像位置的問題 OK